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将黑海视为自己的后院,有任何的国家在黑海上腥风作浪,这都是俄军绝不允许的。 但事实上美军就多次在黑海海域聊不着俄罗斯的神经,美军一再挑衅早就使得驻驾在黑海的俄军路不可遏。 据美国媒体消息称,日前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派遣出伊斯尔利伯克及周斯顿去逐舰卡尼号进入黑海,执行其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 在此之前,美军曾经集结过多个国家的舰队在干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演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挑战俄罗斯的耐心。 显然美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给出的理由,都是习惯用的自由航行借口。 但是事实上,此次美军的计划被差点酿成大火,早在之前,俄罗斯驻军就曾警告过美国军舰,不要试图驶入黑海。 但美军对这一警告震若晚闻,随后俄罗斯军方直接以实弹演习的名义发射了树枚暗机导弹,来接了美军的卡尼号卡尼号。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黑海的管控,俄罗斯方面更是派遣了两个船F400远程防空导弹部队驻守在黑海,以此对美军及北约的B系列挑战性行为进行回击。 在黑海海域上,一直是美俄之间对之挑衅的重点海域,俄方将这个地方视作自己的后院,而美军却偏偏喜欢在这个地方撩拨俄罗斯的神经。 事实上,此次俄罗斯发射导弹进行拦截的事件,正在表明俄罗斯在这件事上正在失去耐心,而美国方面,究竟能否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对于这个目前咱们还尚未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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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